陈珍打败仙罗武士之后名声大噪 顿时得到了师兄弟们的追捧 纷纷让陈珍教他们武功 可是这却遭到了大师兄刘震生的嫉妒 只不过一次的侥幸 根本不应该引以为柔 陈珍听后并没有反驳 很快武术总会即将举办 第一届中华武术大赛的消息传遍了全场 蔡金虎与蔡学复得之后 便兴致勃勃地找到蔡六金 向他借梁虾代表金虎堂参赛 其实他真实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搓一搓金虎门的锐气 而梁夏也想借这个机会和陈珍较量一下 于是蔡六金便答应下来 正当刘震生想借这次比武的机会 证明自己才是金虎门武功最好的徒弟时 霍远甲却决定不派弟子参赛 因为他不希望再加深金虎门和金虎堂之间的仇怨 这让刘震生非常失望 第二天蔡金虎得知金虎门退赛的消息非常生气 蔡六金健壮表示自己可以劝说霍远甲参赛 但是要蔡金虎答应自己不管胜负如何 这次比赛之后他和霍远甲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 蔡金虎听后果断答应 转天蔡六金便找到霍远甲 霍远甲听后爽快答应 至于派出的人选 他决定给所有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众弟子听后纷纷弃权 最终只剩下陈珍和刘震生 刘震生急于证明自己比陈珍厉害 于是便摆开架势就要和陈珍比试 霍远甲见状马上制止 并叫两人先去准备 在比赛前会给两人安排一次比试的机会 晚上陈珍找到霍远甲 霍远甲一眼便看出了陈珍的顾虑 陈珍对师傅说他很想参加这次比赛 来验证下自己真实的无数水平 但是大师兄把胜负看得很重 很担心会伤了和气 但是自己不全力以赴又感觉对不起自己 他请霍远甲给自己出出主意 陈珍 一个头脑真正清晰的人 是不会选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因为有了选择 就不是自己的本性 选择会带来矛盾和主意 你认为是对的 最后可能是错 听了师傅的话陈珍若有所思 很快到了比武的日子 霍远甲要求他们全力以赴 但是要点到极致 在秦完报权力后两人便鄙视起来 他们所使用的都是金武门的武功 而招式也几乎完全相同 两人拳来拳网 见招差招一时间难分胜负 片刻间便互相牵制 陈珍见状摇间转绑 抓住刘振生左臂城擒拿之势 刘振生手随身转反手 将其反制却被巧妙挣脱 两人一个对角重新摆好架势 但见刘振生再次攻来 陈珍卸下其腿力并踩住其脚面 刘振生见状马上挥拳攻击 虽然陈珍抓住了其手臂 但是却又故意松开使刘振生击中了自己 霍远甲马上叫停 陈珍的举动全被他看在了眼里 可刘振生并没看出是陈珍故意输他 比武结束后 霍远甲把陈珍带到海边 他对陈珍故意输给刘振生感到欣慰 并认为陈珍已经明白了有荣为大的道理 可陈珍却大惑不解 陈珍听后毛色顿开 在霍远甲的指导下 她的武学修为也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五天后武术大赛正式开幕 这也吸引了日本空手到冠军石井红和弟弟石井英明前来观看 比赛中刘振生和梁霞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批语 顺利在决赛中会诗 随着会长宣布比武开始 两人摆好架势便冲向对方 刘振生出拳刚劲有力气势逼人 而梁霞则勇猛快速清零多变 两人拳来拳往剑招招招 由拳到脚留下道上 招式大开大和精彩至极 在大战几十回合后 两人趁机抓住彼此的破绽将对方击退束 这也让场外的霍远甲和蔡金虎顿势紧张起来 场内两人再次摆好架势 梁霞大喝一声抢先攻击 刘振生健壮立马改变策略 只见他身体一清 顺势反手击中气头部 趁梁霞还未站稳便又是一脚外加一拳 最后一侧踢将其踢飞出去 最终刘振生获得了武术大会的冠军 看着一旁庆祝的弟子们 霍远甲却高兴不起来 显然他在担心和金虎堂的恩怨再次加深 另一边输掉比武的蔡金虎非常生气 对着梁霞便是一番指责 就在他起身想要离开时 却被蔡六斤叫住 并提醒他还有一件事没走 于是蔡六斤便带着他来到霍远甲面前 并不情愿地和霍远甲为了握手 第二天石井英明和石井红 为了推广空手道在街上发船带 原来他们来此的目的是 要在上海成立红口道场社馆收睹 让所有人知道空手道 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术 刘振生得知后提出要去红口道场挑战 可是却被霍远甲拦下 因为当初金武门刚成立的时候 同样遭到了各大门派的排挤和阻碍 他不想再看到各大门派在自相残杀 虽然刘振生被霍远甲门下 但是以蔡金虎为首的各大门派的掌门 却联手上门挑战 在听到石井红自称空手道 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术后 几个掌门人当即表示要灵教一下 首先上前挑战的是谭家无影腿 尽管他出腿文准有力 但一顿猛踢后石井红却纹丝不动 并且被骑一拳击飞出去 第二个挑战的则使用最拳 在石井红身上一番锤打 但还是被石井红双手推了出去 第三个挑战的虽然凭借灵活多变的 拳法意识压制住了石井红 但石井红依靠自己的力量 将其举起重重地摔在地上 蔡金虎听后顿时怒火中烧 刚要上前却被一旁的几个掌门拦下 蔡金虎等人走后 在武田信雄的挑唆下石井红 便和石井英明来到金武门 面对着石井红的挑战 霍原甲该如何应对 而陈真知道石井英明 是有美的未婚夫后 又该如何选择